今天正道的題目是水定壽命的長短 因為星期一 我們聽到我們親愛的羊弟兄 我們當中的一位長者 也是我們新生命教會 能夠開始的一個發起人之一 那他離開我們 被上禮接到天下去了 從人的感情來說 我們都是非常難受 也不容易接受 所以就聽到一些人問我一些問題 就出自我想分享這個題目 因為有些人問說 哎呀他當時要聽我的建議就好啊 怎麼怎麼樣 意思是聽了他們的建議 就可以不活一些年日 還有人就說 哎呀我們不是全教會都禱告了嗎 求神医治他的疾病嗎 怎麼也沒有医治的 就把他接走了呢 就死了呢 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弟兄姐妹 有些朋友們問過 那我就藉著今天剛才我們讀的 《列王之下》二十章這一段經文 所以現在頭印還沒有修好的話 我們就把聖經打開 這個二十章的一到十一節呢 我們會透過這十一節經文分三的方面來跟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剛才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其實在《列王之下》二十章一到十一節裡面都有一些解答 那弟兄姐妹 那弟兄姐妹 當我們剛才讀《列王之下》二十章一到十一節的時候 這裡提到一個王的名字叫做西西嘉 那剛剛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還在撲到的朋友 福音朋友 說不定還不知道這個西西嘉是誰 那我就稍微複習一下跟弟兄姐妹 關於以色列國 以色列民族 猶太民族的這個歷史 當然以前我們的蘇弟兄在主日學的時候已經跟大家講過 不過我再複習一遍 因為有一些新的朋友 新來的弟兄姐妹 那我們知道 猶太民族的歷史上呢 他們的聯合王國是從扫羅王開始的 那是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時候 那他們有這個聯合王國以後就經歷了三代的王朝 就是扫羅王、大魏王和所羅門王 那經歷這三個聯合的王朝以後 到大魏王直到所羅門王的時候呢 是達到鼎盛時期 當時的以色列國是當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那個時代的 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當所羅門王的兒子即位以後 所羅門王的兒子羅伯安即位以後呢 他就開始思考 我的這個國家要怎麼樣的治理啊 所以他就問年長的和年輕的在他邊上服侍他的人 當問年長的這些官員的時候 那你要用仁慈 用這個恩典來代你的這些國民 那問這些年輕的這些在他邊上服侍的人呢 他們就說哎呀這個你的父親如果是用這麼重的賦稅 這麼重的牢獄來對待他們的話 你要比你父親加更重的賦稅 加更重的牢獄來對待國民 不然的話就管不好 如果你的父親對待不聽話的人 假如是用鞭子抽打的話 那你就要用戴著刺的鞭子 戴著那個鞋子的刺的鞭子來抽打他們 所以這時期後來這個羅伯安王就聽了這個少年人的建議 而沒有聽年長者的建議 結果國家就分裂了 從一個聯合的王國分裂成那樣的國家 一個是北國還叫做以色列 南國呢就叫武游大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北國的國王就是羅伯安第一個國王 然後南國的呢就是耶羅伯安第一個國王 所以從那以後我們就可以發現 如果你讀聖經的時候就會有些 第一次讀的人就會有些不太明白 怎麼一下這個王一下這個王 所以讀列王記的時候 讀歷代字的時候 讀撒瑞爾記下的時候就開始有這樣的記載 到我們讀的時候就會發現 一下這個王一下這個王 所以我跟大家履清一條線的就是 從所羅門王的兒子開始分成北國 北國呢第一個王 然後就一直到這個 最後一個王就是被亞蘇帝國滅亡以後 公元前722年中間經歷了19個王 從這個耶羅伯安一直到最後被滅亡的時候經歷了19個王 這是北國以色列王 南國優大呢南國優大就從羅伯安一直到最後 一共經歷了20個王 所以大家讀列王記上下的歷代字上下 就會看到不同的王的名字一直出現 有時候我們就會搞混淆 但是今天我讀列王記下20章的時候 是要講南國的第十三個王西西家王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西西家王的這個情形的時候 他在這裡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得了重病 而且這個病呢是馬上就會要死 而且不單純是要死 而且是透過先知以賽亞也告訴他 你一定會是存活不了了 所以你要趕快立一個遺族 趕快立一個遺族 趕快立遺運 安排後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弟兄姐妹 當我們讀到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背景 就是這個西西家王是南國尤納的第十三個王 在這個王裡面呢 好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表 不知道最後一排的松丁 看不看得太清楚 這邊是北國的十九個王 那邊是南國的二十個王 那北國的十九個王裡面 大家看都是打的叉叉 都是打的叉叉 就是表明沒有一個好王 在耶和華的眼中沒有一個好王 都是壞的 那我們看這邊有打圈圈的 打圈圈的就是在耶和華的眼中 是好王 那有幾個好王呢 南國有二十個王 有八個好王 那還是好王還是少數 看見沒有 所以今天當我們對照美國 當我們對照其他的世界 其他的國家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這個總統也好 主席也好 什麼理系也好 如果用耶和華的標準來衡量 沒有一個好王 沒有一個好王 來表明自己在神面前是好王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一件事情 西西嘉王這個人 既然在神眼中 在上帝的眼中 看為是好王的話 那麼他有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值得我們說他是好王呢 上帝的標準 那我剛才說了他的標準就是 第一 在這個十八張獵王 在這個獵王之下的 剛才我們讀的是二十張 如果翻到前面十八十九張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西西嘉王二十五歲就登基做王了 做了多少年呢 做了二十九年 所以他二十五歲登基做王 做了二十九年 他上去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 他一上台就把他的錢 前面他父親那個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說拜假神 拜偶像的那些祭壇 就把它拆掉 把它燒掉 然後呢 恢復對耶和華上帝的敬拜 甚至把當年摩西造的那個銅蛇 也把它打碎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人到這個時候啊 已經把摩西當年的那個造的那個銅蛇 也當作偶像來拜了 就去拜那個銅蛇 所以西西嘉王連那個銅蛇也把它打碎 不讓以色列人去拜 而是專心的敬拜獨一的真神耶和華上帝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神就稱他為是好王的第一個部分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尊耶和華為大 所以在聖經當中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如果尊高舉耶和華的話 那麼神也會高舉這個國家 美國最開始就是這樣的 立國的時候是高舉耶和華為這個國家的這樣的 遵從的對象 而且行事為人的原則 都以神所定的原則作為標準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神就不高舉美國了 那弟兄姐妹 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再想一件事情 西西嘉王他在18章19章 還做了什麼事情呢 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當他做王的時候 大家看得出那個小字的話 是在公元前729年開始做王的 那大家知道嗎 北國的那個伊斯列國被亞蘇帝國滅亡是多少年 是公元前722年 所以你看他剛剛做王7年的時候 就遭遇到這樣一個事情 北國我的兄弟的北國已經被滅亡了 現在國的大地壓盡 而且這些亞蘇帝國的國王又帶著軍民 現在攻打南國了 而且聖經記載是把南國已經全部其他的城市都滅光了 只剩下京城耶路撒冷一個孤城了 這個時候整個亞蘇帝國這個大軍 就在圍在這個孤城耶路撒冷 要把這個耶路撒冷也滅掉 最後整個南國就滅了 已經把周圍的城市已經滅了 已經破了 攻破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我們看到的這個十八十九章所記載的事情 就是發生在這樣一個危急的關頭 發生在這個特別緊張的時刻 所以當時呢 如果大家看十八十九章的時候 西西加王要求以賽亞先知 為京城耶路撒冷祷告 他自己也在聖殿裡面去 切切的 悔改的 披麻蒙灰的祷告 然後他祷告的時候 當時亞蘇帝國的這個國王希拉基利 派的這些將軍啊 派的這些在城市的底下一直罵 一直說你們這些人不要聽西西加王 也不要聽那個什麼 什麼先知的話 以為你們靠著你們的耶和華神就可以得勝我們亞蘇帝國嗎 我們亞蘇帝國現在在整個世界上很少 無敵手 每個國家碰到我們都被攻破 你們以為就可以靠著你們所信的上帝就可以打贏我們嗎 不要相信我現在給你們兩千匹馬 那些人在地下罵政的那些將軍 罵這個京城 因為他們在京城上有守衛 在聽著他們在罵 說我們給你們京城耶路撒冷裡面 我就送給你們兩千匹馬 你們都沒有兩千個人來騎這兩千匹馬來跟我們作戰 他們這樣修 甚至我們送給你們兩千匹馬 你們都沒有這麼多的戰士能夠騎這樣的馬 這是在18、19章所描述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危機的關頭的時候 西西加昂在神面前禱告 這非常像那個時候早期美國總統可以帶著全國人民一起禱告 現在根本沒有想都不要想這樣的情形 奧巴馬還敢帶著全國人民向上帝禱告嗎 他不敢 他放隔追其他的那些宗教人士 其他的那些宗教的給他各種各樣的或者什麼樣的情形的 那些政治的內部當然不太清楚 那也很特別像那個時候 早期的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那個是蔣經國還是蔣介石總統 也帶著全體的百姓來服務的禱告 然後認罪讓那個颱風呢 那麼厲害的颱風 繞道不經過台灣 繞道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都曾發生過 那弟兄姐妹 當我們看到西西加王這樣的肯切的禱告的時候 什麼事情發生了呢 就是在第二天早晨 金城的耶路撒冷的人 結果出去一看 這個金城的外面有多少屍體呢 十八萬五千個敵軍的屍體 通通都死在外面了 不用他們打仗了 竟然就被昨天夜裡 被耶和華上帝所拆遣的使者 把這些亞蘇帝國的軍兵 通通的殺死了十八萬五千人 留下人就猖狂的逃回自己的國家去了 所以當這個時候二十章 所看到的這個情形的時候 我們以為是在這個亞蘇帝國 被這個神的使者所擊敗以後發生的 但是我們仔細的看的時候 會發現二十章的事件 實際上是應該在十八章的中間 就是亞蘇帝國第一次要攻打 耶路撒冷的時候圍城的時候 那個時候西西加王病了 因為我們在這個後面的經文 剛才我們讀到的就是 他說我要救你 耶和華上帝對西西加說 我要救你脫離這個疾病 而且要救你脫離亞蘇王的手 說明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十八章的那個中間 是亞蘇帝國第一次攻 耶路撒冷進城的時候 好 我們知道了這個背景 我們也知道了這個大致的這個時間的順序 是公元前七百二十幾年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也知道整個的這個 北國以色列和南國有大的歷史的情形 這是南國的第十三個王 也是在耶和華眼中看過一個好王的時候 我們再回到我們隨定壽命的長短這個主題 第一個方面 當西西加王 得知自己的時間不多的時候 他心中非常的不捨 這是我們的人之長期有捨 如果今天在座的你我 知道自己在世的壽命不長了 你會有許多的不捨 當然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非常盼望去那個天家 我們也知道那個天家好的無比 但是可能因為各種的原因 你對現在的孩子夫妻家庭父母等等的許多的不捨 而這個時候 西西加王是多大的年級呢 是多大的年級呢 這個時候是他三十九歲 他二十五歲做王 但是當神告訴他說 你直能 就是說你馬上就要死了 他就覺得我才三十九歲 就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了嗎 所以他非常的不捨 這個時候 他就有這樣的幾個舉動 什麼樣的舉動呢 弟兄姐妹 那我們看 第一 他是得了什麼樣的病呢 那個圣經上沒有詳細的記載 但是 到了第九節 到了這個 他說 當取一塊烏花果餅來貼在他的窗上 哎 王就痊癒了 說明他是得了一種 毒窗的症 這個毒窗的症呢 就是即刻就會要他的命的 這是 今天我們才發現 這個烏花果餅的一些要用的價值 那個時候 不知道 但是神指示他 讓以赛亞賢子告訴他 說烏花果餅要這樣貼在那個窗 他就會好 哎 這是第一個 就是他得的是這樣的一個病 第二個呢 第二個 當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時候 他又這樣幾句話 就是剛才我們所讀的 求你紀念 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信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按誠實行事 第三點呢 又在你的眼中 行你所看為善的 看見沒有 這是他在神面前打過的時候 提出來自己 曾經行過這幾件事情 三件事情 這三件事當然是三個原則 那每天的生活的細節 如果都根據這三個原則的話 那當然是個好啊 因為弟兄姐妹 如果你們讀生命記 往前讀那個 旧約的生命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 生命記裡面 神借著摩西說 以後你們如果要立王的話 就是要根據這幾個標準 生命記裡面就提了這幾個標準 就是在神的面前存完全的信 按誠實行事 做神眼中看為善的 這三個標準 什麼叫做完全的心呢 完全的心並不是說他已經是完全的人 但是他有這個完全的心 他願意照著這個上帝定的 完全的標準去往前走 這叫完全的心 那英文就把它叫做是 whole heart 是整個的心 都devotion在神的面前 都奉獻在 捐獻在神的面前 就是朝著這樣一個 完全的一個心的狀態 雖然你可能做不到 但是你有這個心 就是第一 第二個的按誠實行事呢 就是憑著信心 英文圣经也把它翻作是信心 就是按著神給的信心來行事 第三個呢 就是行耶和華神眼中看為善的事情 好 弟兄姐妹 當西西加王這樣在神面前 禱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感覺 好像西西加王這個時候是 論功行賞 所以我做得好 你就應該給我回報 那我們要是這樣禱告的時候 我們會說這種禱告是 不應該這樣禱告的 應該是禱告完了以後說 主啊 但願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我們可以這樣的 禱告是對的 但是前面你說 啊 我在教會服侍了這麼多年 我信主這麼多年 我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這些你在上一面前 可以這樣禱告 可以這樣說 但是不能夠因為你 做了這些事 你就要因這些來邀賞 來論功欣賞 就一定 上帝就一定要給我這樣的祝福 不是的 那好像 我們在這裡這樣的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好像西西加王是這樣的在邀功 但是呢 如果我們結合看其他的經文 歷代至下三十二章二十六節那裡有一節經文 我沒有打出來 歷代至下三十二章二十六節說什麼呢 說這個時候西西加王意識到自己的虧欠 意識到自己的罪孽 然後也看到全國的人民 如果他帶領了錯誤的話 也會跟著他走錯 所以他就首先在神面前認罪悔改 然後全國的人民也跟著他一起認罪悔改 所以這才是關鍵的所在 就是當我們在神面前禱告的時候 那個認罪悔改的禱告 是上帝看中的 因為為什麼上帝看中呢 因為在歷代至下 第七章的十四節有一節經文這樣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想到神的旨意的時候 神的旨意會改變嗎 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會不會改變 我們常常說神的旨意不會改變 但是有一種情況下 神願意改變他的心意 那就是我們常常說的 神起初的旨意和神改變的心意 那起初的他的原定的是 西西家王就是只能活這個三十九歲 就要死了 但是呢 西西家王禱告以後 那我們看歷代至下七章十四節 那裡有一段經文提醒我們 他說 神自己說的 他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禱告 尋求我的面 轉迷他們的惡行 我就從天上垂青 而且怎麼樣呢 射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 聽見沒有 這是神說 如果你們悔改 我就會改變我的心意 然後呢 怎麼樣 醫治你們的地 那個地當然就包括 住在地上的人啊 也包括了 所以讓你們的地 能夠出豐收的乳 可以吃 你們的人也可以 這個身體的健康的 繼續度在世的年月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心意 在什麼時候會改變呢 就是我們願意在神面前 流淚的悔改 像西西加王一樣 好 這是第一個方面 就是西西加王 他聽到這樣的信息以後 知道自己病了 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然後在神面前 痛哭的禱告 把臉轉向牆 轉向牆的目的 是他在神面前流淚 不要在人面前流淚 所以他在神面前 痛哭流淚的 倒過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三個死 這個現在我們所看見的事情 第一 西西加王的病被逆治了 而且神又增加了 他十五年的壽命 但是第二呢 我們看到的一些事情沒有 神沒有增加 比如說我們的陽弟兄 我們倒過了 神也沒有再增加他的壽命 還有大胃王跟他的這個 八四八妻子生的第一個孩子 那麼先知拿丹 就告訴這個大胃王說 這個孩子得病 必定會死 不會活的 但是大胃王不信啊 還是一直跪在那裡禱告 而且禁食 而且不吃飯 而且也認罪了 他也在神面前 當拿丹責備他的時候 他馬上就認罪了 他說我得罪神了 我也得罪人了 為什麼 因為把八四八的丈夫 烏利亞殺死了 又把八四八搶過來 再讚為己有 成為自己的妻子 他在神面前認罪了 但是 但是呢 就是他所跟八四八生的 第一個孩子 還是沒有救活 還是 剛生出來沒多久 就死了 他那樣的禁食祷告也死了 這是第二個我們所看到的 今天很多的這些例子 也看到 比如說有些很愛主的弟兄 很愛主的姐妹 年紀還不是那麼長 甚至五十幾歲 四十幾歲 上次前幾天看到一個 發給我的消息 在國內的 有一個師母 才二十九歲 才二十九歲 就被主接去了 所以全教會的弟兄姐妹 也非常傷痛 像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神 像第一個西西嘉王那樣的病子 我們覺得非常皆大歡喜 但是像第二種這樣的病子 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疑惑和不解 我們會在神的面前一直問 還有第三種呢 第三種就是我們要接受 神是定壽命長短的主 所以當然如果真的是 離開一個世界的時候 如果你是這個年長的 如果你是年輕的 真正的離開的時候 我們要想到一點 神是才是定壽命長短的主 那個主權不再以我的手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可以思想的呢 就是 得了神的醫治 像西西嘉王 從第五節到第八節裡面 從第四節到第七節可以說是 就是在這一段裡面 剛才我們讀的二十章 第四節到第七節裡面 這裡的經文說什麼呢 說 神回答說 也借著以色亞先知 告訴西西嘉王說 我聽見了 他說我聽見了 再往前面 第七節說 他說 看了我第一次你 然後再往前面 再往前面說 我聽見了你的禱告 看見了你的眼淚 然後後面剛才那個 我必醫治你 這三個方面是 神對 神對這個 西西嘉王說的 那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當西西嘉王禱告完以後 神回應了他 那今天我們禱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覺得 神沒有回應 但是我們可以藉著環境 一些印證 藉著我們讀聖經 藉著弟兄姐妹的交通 也會有印證 那這裡呢 當然神見了先知 直接告訴他 就是我聽見了你的禱告 我看見了你的眼淚 我必醫治你 你看見沒有 三個應許 噢 當我讀到這個三句話的時候 讓我想到非常 就是在自己的禱告 生活當中 如果第一 神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 當然神是時刻都聽見的 只是我們有時候可能覺得 沒有感覺到 神並不會提不見 他不是聋子 他不是白虎子老頭耳聋啊 耳背也瞎了 不是的 他聽得見 只是呢 他沒有照著我們 所想要的那個方式 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他沒有聽見 好 第二個呢 他說 我也看見了你的眼淚 這句話 非常的安慰我們每個人 如果我們仔細的思想的時候 他看見我們的眼淚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在人面前流眼淚 別人會覺得我們軟弱 但是我們在神面前流眼淚 是最值得神紀念 聖經上親自的說 他會把我們的眼淚 放在他的皮帶裡面 作為紀念 所以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神面前流眼淚的時候 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 我們為他祷告也好 為人祷告也好 如果我們沒有達到流淚的那個地步 我們自己都沒有感動神 也不會被感動 因為你自己沒有祷告迫切到那種流淚的地步 但是當你祷告迫切到流淚的地步的話 你被感動 你在神面前這樣流淚 神也會來感動 他說我看見你的眼淚 所以當我們在神面前流眼淚 是非常好的一個事情 不是軟弱 我們不流眼淚 也從來不在神面前流眼淚 反而是我們太麻木了 反而我們是成為一個 變成一個每天的禱告 只是一個立信公式 但是當我們在神面前 這樣流淚的禱告的時候 他這樣應許 息息加往說 我必醫治你 那我在跟楊弟兄的接觸過程當中 我也跟他交不過一件事情 我說神的醫治有兩種 都叫做徹底的醫治 那今天如果我們得疾病 也是這樣的情形 第一種叫做徹底的醫治 第二種叫做徹底的醫治 什麼意思呢 徹底的醫治 就是在地上 你被他徹底的醫治 那個病好了 就像息息加往以後 還增加他十五年的壽命 他的病好了 徹底的醫治了 另外一個徹底的醫治呢 就是把你接到天家去了 完全地解決這個地上的問題 也叫做徹底的醫治 所以當我們神賜給我們 是哪一種徹底的醫治呢 還是說 有的人說 根本就沒有徹底的醫治 是帶著這個疾病 還活在世界上 十年二十年 那也有神的美意 可能藉著這個疾病 來造就更多的其他的人 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在這個情形當中 當耶和华神對息息加往說 我必醫治你 那是指的是第一種的徹底的醫治 讓他在地上再活十五年 第二種呢 就是徹底的把你帶走 帶到天國享受到沒有痛苦 沒有悲傷 沒有眼淚的那樣的日子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西息加往他流淚禱告以後 然後寫以賽亞先知告訴他 用五花果餅來敷在這個獨窗上面 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下身上身 還是什麼地方 聖經上沒有說 只是說要他敷在這個窗上面 他就好了 那這裡呢 我剛才說了 我說在兩千七百年前 他們就做了這樣的事情 用五花果餅 但是現在呢 當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五花果的這個 藥用的價值 是最近這些 就是不超過一兩百年 但是兩千七百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當然這是神啟示的 那今天呢 用五花果來做這樣的 甚至這個男生的紙窗啊什麼 都可以用這個藥用的價值 這是後來的人才發現的 所以我們看神的智慧是多麼的高過 人的智慧 那大家在看到這個時候呢 神不單止治好了 他們又給他一個允許說 要加征他十五年的壽命 然後允許他要脫離亞述帝國的手 剛才我們說了 他脫離亞述帝國的手 是神用那個一夜之間十八萬五千的敵人被殺死 然後他們就逃跑啊 然後京城就被解圍了 那這兩個允許 讓我們思想一點 就是 是不是因為西西家王 他的那個功勞 他說 我是按程式行事 我在你面前出還錢的心 我行你眼中看為好的看為善的事情 而神就賜福他們呢 注意啊 弟兄姐妹 在這裡 神是這樣說的 他說 我是為我自己和我仆人的緣故 這是神自己說的 他說 我為自己和我仆人的緣故 要吃福於你 這是在第七節 第七節 對 他說 第六節 我為自己和我仆人大為的緣故 這是神對西西家王說的 這一點很提醒我們今天祷告的人 就是我們以為我們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神才會錘起我們的禱告 但是 神說 是為他自己和他仆人的緣故 就是說 他的應許 第一個 第二 他的名義和他的榮耀 神是因為這個原因來賜福西西家王 並不是說 因為西西家王做得好 我就要因為你做得好 如果是因為做得好才給我們的話 那就像其他的一些宗教 其他的一些宗教就是要靠行為來得獎賞 當然我們不是說不要好行為 我們的好行為是因為我們處於愛神 我們處於愛的緣故 我們處於愛神 愛弟兄姐妹 這樣表現出來的好行為 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好行為可以 因著你的行為好行為多 他的好行為少 就可以多得一些獎賞 不是的 神說是因為我自己和我的名的緣故 和為了我對我仆人大為的應許 因為我跟仆人大為有約 所以呢 這個我的後 這個彌賽亞救主耶穌基督 要從這樣的西西家王 這樣的一個支派裡面 將來要產生出來的 從南國優大的這個支派裡面 要產生出來 這是因著我的應許 我跟大為的約 因著我自己的名和我的榮耀 這是神特別強調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祷告面 在祷告的時候要擺正我們的心態 我們要懇切地禱告 我們應該近視地禱告 我們應該出於愛神的禱告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不因為我們這樣的禱告 就一定要神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神如果沒有這樣 我們就會灰心 我們就會失望 不會 好 那再看一件事情 就是第三件事情 就是當這些事情發生完了以後 西西家王又求一個兆頭 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我們要求一些意象 一些兆頭 是可以求 但是呢 主給都給 主權在神的手中 當西西家王要求一個兆頭的時候 他說我第三日要到聖殿去 為什麼要去聖殿啊 就是要去獻上感恩 就是你的病好了以後 要到聖殿去向神獻上感恩 你第三日要去 那有什麼禱告呢 然後神說 借著以賽亞先生告訴他 我現在就給你一個禱告 一個兆頭 就是那個日規 日規是什麼呢 日規就是他們當時為了沒有 不像現在有手機有鐘錶可以看時間 那個時候是用一些台階 一些台階的一個 然後太陽呢 這樣照過來 而且呢是 那個台階的建造 是王宮的外面 朝著西面 所以太陽落山的時候 太陽落山的時候 那個台階因為一階一階 那個太陽照過來的時候 太陽越往下走 那個日影呢 就會往上走 拉長 那個日影 因為是台階的形式 所以你在後面看那個影子的話 那個日影就會越來越長 因為被這個台階打住了 一階一階一階 所以這個日影向上走 然後太陽往下落的時候 那個時間就會越來越往 這是很自然的一個規律 上帝撞造的這樣的一個地球 太陽的這樣的一個運轉的規律 那西西家王就說我需要一個什麼呢 我需要一個是往上走這個移 好像往前進這個日規往上走 這好像比較容易 那就是如果你要答應我的祷告 你往上走的快一點 本來是這麼慢的 現在快一點 好像也比較容易 但是我現在呢 要往後退 本來這個太陽一直落山 那個日影越牢越長是這樣 但是我要那個日影 往後退十度 所以這件事情 就完全是神計 這件事情就完全不是自然規律 是我們人能掌控的 這完全是神所行的一件神計 所以當神答應的時候 當神答應的時候 當神答應的時候 我們就會心裏面大大的 這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嗎 我們會很多的疑問 特別是今天 如果在座學科學的 你們會想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嗎 好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英國的天文學家 叫做Earwin Ball 叫高艾倫博士呢 他曾經在測量這個太陽系的這個時間 空間的計算這些距離 計算這些時間的時候 他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整個太陽系的這個時間 少了24小時 他覺得好奇怪 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原因 然後他跟他的同仁們 一起研究了很多年 也找不到 直到1980年的時候 另外有一個 耶魯大學的一個教授 叫做Trat L Trat L 就是托勞德 托勞德教授 他呢 又同時又發現 在研究的時候 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然後他跟他的同仁們 又做了大量的研究 說這個少了的24小時 到哪裡去了 整個太陽系的這個時間 空間裡面 然後當他們讀聖經的時候 找到了答案 第一個答案 就在約束亞基地十章裡面 當時怎麼樣呢 當時約束亞跟那個亞摩利王打仗的時候 因為要去救激滅人 激滅人雖然騙了他們 騙了約束亞 騙了以色列人 但是約束亞已經答應了 就要承受這個諾言 還是去救激滅人 然後去跟那些亞摩利王打仗 打仗的時候 他們雖然打仗了 但是要繼續追殺敵人的時候 太陽已經落山了 就不能夠看不見了 這個時候約束亞做了一個禱告 求神讓那個日頭 在天上能夠停住 能夠停住 不要急速的下落 那太陽下落的話 那這一天就結束了 結果當約束亞祷告完以後 竟然這件事情發生了 聖經上說 這個太陽在天上停留了 約有一日之久 所以這個約有一日之久 這些天文學家 後來算的時候 說不對啊不對啊 我們算來算去 差的時間 在這個約束亞祭裡面 雖然找到了 但是算出來只有23小時 20分鐘 還差了40分鐘 到哪裡去了呢 後來繼續讀 讀到煉王之下 然後讀到以色雅書 38章 讀到歷代之下 32章 誒 都在講西西加瓦 禱告的時候 神啊這個 特別是歷代之下 32章 那裡說果然 這裡沒有寫果然 那個歷代之下 32章說 果然 叫那個日規 那個前進的影子 後退了10度 那10度他們算下來 正好是40分鐘 正好是40分鐘 所以加起來 就是24小時 所以弟兄姐妹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我要總結一下 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就是隨定壽命的長短 雖然全然西西加瓦 是這樣一個奇妙的經歷 奇特的經歷 我們好像一般不容易經歷到 因為西西加瓦 當時神對他的評價就是說 他專心依靠耶和華 在他的前面 在他的後面 都沒有一個王像他 是神這樣的評價 西西加瓦 所以才給西西加瓦 有這樣的一個特別的恩赐 特別的祝福 特別的恩典 我們一般人好像沒有經歷到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一個 什麼樣的功課呢 第一 壽命的長短在神的守門地 不在我們的生活 你可以注意健康 你可以說我要養生 我要鍛煉 這都很好 也許經過你的鍛煉 經過你的養生 你可以延長一點 打個比方 不是比方 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自然界有一種老陰 這個老陰呢 到一定的年齡 他就會老了死去 但是現在他有一個選擇 就是神給他的這個規律 就是這個老陰呢 他可以選擇兩種 一種就是他這個時候老了 他就死去了 第二種選擇 他就要飛到那個懸崖的那個峭壁 使勁地碰自己 使勁地碰自己 就是不怕流血 不怕痛 就把這個身上的羽毛 然後把那個每一個他的指甲 都要碰掉 全部都要 整個的羽毛都要碰掉 就是這一種老陰的習性 如果他全部碰掉 然後指甲也都碰掉以後 他可以重生 再活三十年 老陰 這是自然界 你們可以去查一查 這個自然界的奇特的現象 所以呢 神給了他這樣 他這個時候 如果他願意 願意這樣做 去碰啊 去撞啊 去把身上 這個 他就可以得到重生 再活三十年 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他就死了 就老死了 所以給我們一個體會 就是啊 你可以斷念 養生 或者怎麼樣 或者怎麼樣 你可能多活幾年 但是 你還是不能夠 永遠地在這個地上不死 你沒有這個權力 這是上帝的權力 所以要記得 獸也是在神的手中 我們可以借著一些方法 你可能說這樣那樣 但是 最終 還是在神的手中所定的 好 那既然你說 我可以斷念 我可以這樣那樣 使我又多活幾年 那我要幹什麼呢 那我要幹什麼呢 好 那就是在我們今天的周報上面 那個 史磨西段十七章二十節 神 那一節 我們一起來讀一遍 好嗎 神從什麼 一本 造主萬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並且讀一些定義他們的年限 和他們所住的家界 所以 這是神定的 那個一本就是 血脈的意思 小知識血脈 就是今天 人的那個裡面的 血液裡面的DNA 任何人是一樣的 無論是 黑人 白人 黃族人 什麼 什麼人 那個DNA的這個遺傳密碼 是 神從這樣的一個 造主萬主的人 雖然 他們的顏色不一樣 但是 他們的生命的裡面的這個遺傳 是一樣的 那就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在佛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 敬虔度日 然後 學像西西家王一樣 能夠按著誠實平的信心 這個事情是存完全的心 雖然我們做不到 但是我們願意存的這個心往前走 第三 洗耶穌化眼 能看為善 看為正的事 引領更多的人 歸向耶穌基督 這是我們今天可以做的 其他的事情都在神的定管之中 好 我們一同祷告 天父滿心的感性 感謝你 藉著西西家王 讓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 每個人的壽命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有的人 82歲 像 兩弟兄 82歲離開 有的人 甚至更長一點 還有的人更短一點 但是 這些年月日 我們可以藉著一些先進的醫療 或者先進的養生方法 可能延長一點壽命 但是我們知道 最終的決定權在上帝的手中 我們要順服上帝給我們這個規律 讓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我們要學像 西西家王一樣 在神面前這樣的禱告 求主 給我們存完全的心 憑著信心行事 行耶穌化眼 公看為善 看為正的事 引領更多的人歸向主 這是主你所給我們每個人的托付 我們在任何的崗位 在任何的地方 在任何的家庭裡面 都能夠顯出主 你要我們顯得那樣榮美的樣子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Amen